韩式石锅拌饭是一道韩国料理 也是很多人喜爱的料理之一 它的特点是口感清爽 搭配多种食材是一道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下面是制作韩式石锅拌饭的步骤和秘诀 材料 米饭 豆腐 火腿 红萝卜 青豆 蘑菇 空心菜 紫菜 芝麻 韩式辣椒酱 步骤 一 先将米饭洗净 加水煮熟 二 把豆腐切成小块 火腿 红萝卜 蘑菇等食材也切成适当大小 三 在食锅内倒入少量油 加热后将食材放入锅内翻炒 四 当食材炒至半熟时 加入米饭和一些水 继续翻炒 五 当米饭变得微黄色时 加入青豆 空心菜等蔬菜 拌炒均匀 六 最后撒上芝麻 再加入韩式辣椒酱 拌匀即可 秘诀 一 食材要切成适当大小 食材的大小要适中 这样可以保证每种食材烹煮时间均匀 同时也更容易入口 二 烹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食锅拌饭的烹煮时间不要太长 否则会让米饭变得浅硬 口感不好 三 加入适量水分 在炒米饭时加入一些水 可以让米饭更加松软 四 撒上芝麻 芝麻 可以增加食锅拌饭的口感和风味